16日下午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組織委員會 在澳門科學館舉行第六十五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新聞發布會 大賽車組委會協調員潘永權表示 今屆賽車的整體預算與往年差不多 大約是澳門幣兩億兩千萬 而太陽城集團已經是連續第五年成為賽事冠名贊助商 今屆大賽車也將會正式命名為 太陽城集團第六十五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他亦透露除了既定的一些與國際氣聯合辦的世界級賽事之外 今年將會有新賽事與大家見面 今年六十五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其中一項賽事引入了一個叫做大灣區的杯賽 這是一個新的元素 希望透過大灣區的城市 不同地方的車手來到澳門 與澳門的車手有一個直接的技術上的交流 我相信這個賽事一定會非常之可觀 因為大家不論是技術或其他方面 因為我們今次這個賽事也會打算是用同一種的車型 所以純粹在技術之間的比拼 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刺激的賽事 今年大賽車將於11月15日至18日開跑 賽車組織會正籌備一系列加連華以及車展等活動 目前門票已經開始接受預訂 各位車迷及有興趣入場欣賞比賽的朋友 就快點到廣聲傳訊各門市 又或者在澳門手錶網買定票 大家可以看到這次的影片 我們下集完結了 我們下集完結了